大熊猫是肉食动物 但是它平时主要吃的是竹子 那么请问它是怎样消化的呢 大熊猫它的消化系统和肉食动物一样 它的肠道很短 不像草食动物 它的肠道相对于体长来说很长 如果它要消化纤维素木质树 它只能依靠肠道菌群 因为大熊猫和肉食动物一样 它本身没有产生消化纤维素 或木质树这样的酶和基因 还有它这个食物在肠道中停留的时间有关 比如说像木质树 它的降解需要一个发酵的过程 食物在草食动物停留的时间 它可以达到三天多 比如70多个小时 而这食物在大熊猫长途中停的时间很短 只有能留到十个小时 这样它就没有一个发酵的这样的过程 很多草食动物它有一个反处的过程 也说它在休息的时候 它把持进的食物还要吐出来 也说再居叫一遍 然后再腾进去 然后可能也说 熊猫你看它在睡觉的时候 它从来没看见 它有一个把持进的食物 然后吐出来再居叫 然后再腾进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只是快速地吸收其中能够 它容易消化的东西 然后再去快速地找丝 然后再来一遍 然后再来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